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的 依然是零基础经讲班里面的第五章 那就是在借贷记账法下 一个企业主要的经济业务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筹资业务了 怎么先把钱弄进来 股东投入啊 债权人介入啊 以及我们怎么把它花出去 买成固定资产 买成原材料 还有如何生产出我们的产成品 或者叫做如何生产出我们的商品 那么我们就会提到了什么 这个直接材料钱呀 还有直接人工钱呀 以及制造费用等等 你还记得吗 那么本讲开始呢 我们就说产品已经都生产出来了 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卖出去 只有把它卖出去 我们回笼了资金 或者叫做在全责发生质之下呢 我们把它卖出去形成了收入 才能和之前的那些成本形成配比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的利润 也就能算出来了 对吧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知识点12呢 说的是关于商品 它的销售收入的确认和计量问题 其实说了半天呢 它无外乎是在解决我们的 第14号准则 您还记得第14号准则说的是什么吗 大家可以跟我翻开 还是翻开我们的准则 准则的核定本 大家可以翻到第14号 第14号准则是2017年7月5号 财政部修订过的 那您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说到的收入 这不就是收入吗 对吧 我们说现在我们生产出商品了 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就是销售啊 形成收入 那么在收入里面 您看第一章说的就是总则 你看总则第一条说 为了规范收入的确认 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 您说相关信息的披露 不就是记录完以后报告出去吗 里里外外没有离开 我们核算的四个流程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后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制定了本准则 就是第14号准则 然后第二条指的是什么叫收入 就是收入的定义 然后大家再来跟我翻看 我们第14号准则当中的第二章 就讲的是确认吗 在确认呢 有个第四条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什么企业应当在履行了 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 看见了吗 取得相关的商品控制权时 我们作为卖方就应该确认收入 当然了 我们还提到说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时候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 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 也就是得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再加上客户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 我们作为卖方才应当确认收入 是不是 那好 关于我们收入的确认呢 计量啊等等 我们在这就不再说理论问题了 因为前面在讲要素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这个准则的问题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就是浅尝辙止 浅尝辙止 因为毕竟是一个零基础的一个过渡版 对吧 那好 我们说完了这个收入的第14号准则 没事您可以看一看 当然您在看的过程当中呢 您会发现 哎 怎么准则 比如说收入的准则 它的条数还是挺多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新的收入准则 它一共是写了45条 那么有人说了 哎 为什么45条当中 就是老师新教材下来以后 也没有每一条都介绍呢 是因为初级 只是讲了一丢丢 然后等到我们那些 没介绍那些东西到中级 你才会学到 明白吗 就是准则它是最全的嘛 但是我们每个阶段就会收入一部分内容 讲解一部分内容 并不是全部 好 那么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首先 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涉及到商品的销售啊 还有其他的销售啊 等业务 还有什么叫其他的销售 比如说我们企业买了很多原材料进来 但是原材料并没有形成产成品 原材料买错了 那么我们就把原材料本身给它卖出去 这就是其他销售等业务的收入 还有呢 就是一些成本费用和相关税费的确认 与计量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卖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会涉及到什么 税金及附加呀 等等这些账户啊 我们随着讲解 就会给大家都慢慢的 这个都介绍一下 好 大家跟我看一下这个图 他说 我是卖货达人 卖货达人就是 要做销售嘛 能把东西卖出去 才是硬道理 所以正常来讲呢 说一个企业 这个如果销售部门干得好 那他肯定卖的就多嘛 卖的就多 那就收入就多嘛 收入是什么 收入是企业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会增加所有者权益嘛 因为这个时候老板就会高兴嘛 就会乐了吧 所以而且是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无关的经济利益资源的总流入 所以销售好 一般来讲企业就会好 但是你也不能瞎忽悠啊 你没有自己的权头产品 你管靠着销售去吹 那也是不长久的 对吧 好 说完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直接就进入到 关于销售业务的账户设置问题 你看我们前面说的是确认和计量 就是关于你收入确认和计量 你就好歹看一看准则 就OK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主要介绍的是 销售这样的业务会涉及到哪些账户呢 大家跟我来看 企业通常设置以下账户 对销售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哪些账户 第一个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面对这个账户 您好像并不陌生 我们在前边讲生产成本 讲制造费用 讲库存商品的时候 顺便就带出来了主营业务收入 说要把东西卖出去 对吧 收没收到钱 在这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你收到钱和没有收到钱 我们都不看 我们是权责发生智吗 我们看有没有一个 就是取得钱的一个权利 对吧 你要是取得钱了 你肯定也有这个权利 你要是没有取得现金 你也是有找对方要钱的权利了 就是这种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主营业务收入 首先主营业务收入 这个账户 它是属于损益类账户 我们跟大家说过 六大要素略加变形 资产这个要素变成资产类 负债这个要素变成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这个要素变成所有者权益类 收入和费用 挺好了 从要素角度来讲 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 对吗 收入和费用在账户里面 它形成了一个 一类账户叫做损益类 对吧 它叫损益类啊 而且我们从要素角度来讲 第六个要素是利润 但是利润是归哪 是归到所有者权益类的 那么我们说 你有了资产类的账户 有了负债类账户 有了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有了损益类账户 我们还外加一个成本类的账户 对吧 这个成本类账户 你也可以怎么理解 就是我们在要素角度上来讲 第五个要素就是费用 但是费用分成生产费用 和期间费用 那如果是生产费用的话 它形成账户 那就是成本类账户 对吧 你生产费用又称之为 叫成本费用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我在这稍微再写一下 您看资产 负债 所有者 权益 收入 看着啊 费用和利润 其实这是六大要素 您都知道 然后资产这个要素 变成资产类 就是资类 科目或账户 这是负债类 科目或者账户 这是所有者 权益类的科目 或者账户 然后收入和费用呢 您记着 收入和费用当中的 期间费用 它们形成了损益类 看着啊 它们形成了损益类 但是费用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吧 就是那个基本准则的 第35条的第一款 就说了 这35条第一款 当中那个费用 说的就是成本费用 或者叫生产费用 那就 那么此时 那我就应该另开一个 就叫成本类 对吧 成本类 那么在费用里面 除了成本费用 那还有期间费用 所以费用当中的期间费用 和收入 一块就形成了损益类 这个利润 利润是归谁的 归所有者的 所以你看 这么一来的话 这不就形成了 六大要素 资产 负债 所有权益 收入 费用和利润 六大要素 略加变形 就变成了五大类账户 资产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 所有权益类账户 损益类账户 和成本类账户 既然说的是累 每一类当中都有N个 你看见了吗 每一类当中都有N个 而且损益类当中 一定要严格区分 它到底是损还是益吗 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 就是主营有收入 就是损益类当中的 什么呢 益 它是损益类当中的益 有人问我 为什么要严格区分呢 您忘了 记账规则 损跟益是正好相反的呀 损 它的损失的增加 是搁到这个损失类科目的借房 但是益呢 增加是在贷房 对吧 后面说 主营有收入这个账户 属于损益类的益类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 确认的销售商品也好 提供劳务也好 主营业务的收入 您看他这里面用个词 叫做确认吗 但是我们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一定是严格按照第14号 新的收入准则来进行的 得是合同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而且商品的控制权 得转移到客户手里才可以 对吧 那哪五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说 合同各方已经批准该合同了 并且承诺将各自履行 自己的合同 就是自己的合同义务 第二个 各自权利义务很明确 第三个有支付条款 第四个有实质性的 这个有经济实质 然后第五个 就是很可能卖方收回这些钱 这五个同时满足了 而且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到客户手里 那就我们就应该确认收入了 我们就应该确认收入了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写 主营业务收入这个账户 如果卖的是主营业务 来看 说该账户的代方 登记的是企业 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什么叫实现 卖货了 开张了 也就是说合同同时满足那五个条件 商品的控制权转移到 买方手里了 这就叫实现了 我们并没有说钱 并没有说 该账户代方登记企业 实际收到钱的主营业务收入 我们没有说这句话 因为你收不收到钱 无所谓 我们企业会计 这是全责发生制 没有收到钱 就是应收账款 或者应收票据等等 对吧 好 即主营业务收入的增加额 在代方就是表示增加吗 介方登记的是期末 转入到本年利润账户的 主营业务收入 按照净额节转 所谓的按净额节转 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是卖桌衣板凳的 卖了一千万 但是有两百万人家退回了 那说明我们归根节底 还是卖了八百万 最终我们转出是转出八百万 净额吗 因为你退回了就没有了 那有人问 为什么要转出呢 是因为所有的损一类账户 您还记得吗 他到月底的时候 是没有余额的 或者叫期末的时候 是没有余额的 因为他到期末 是要转到一个 所有者权一类的账户 叫做本年利润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介方登记的是期末 转入到本年利润账户的 主营业务收入 以及发生销售退回 和销售折让时 应该充减本期的 主营业务收入 期末节转之后 这个账户是没有余额的 我们一会再讲 是怎么节转 然后该账户应该按照 主营业务的种类 来设置明细账户 进行明细的分类核算 当我们讲到后面 比如说第七章 我们再给大家讲 会计账户的时候 就会说到像什么主营业务收入 它往往用的是 多兰式的名细账 什么叫多兰式 您像格力 格力这个公司 它既生产格力空调 也生产格力电饭锅 也生产格力行机 好像还有格力汽车 甚至还会有格力手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要分门别类的去核算 它的这个主营业务收入 到底是卖什么产品 而得来的 对吧 所以又一次充分证明 会计是一门分类的艺术 在不停的去分类呀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第二个账户 叫做其他业务收入 您记着啊 学会计有一句话 说会计一抓瞎 全都进其他 什么叫全都进其他呢 您看 这不是其他吗 也就是说财政部 在这个设置 这些会计科目的时候啊 有一个叫做主营业务收入 这个账户里面核算的 都是这个企业的主要的业务 所带进来的收入 但是如果不是主要业务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格力 我买了很多白塑料进来 明明是想用这些白塑料 来做空调的 但是发现哎 不行啊 这个白塑料用不了 那么白塑料 相当于是原封不动的 赶紧卖出去啊 我不可能再留着它 那这种情况下 卖原材料 并不是我们格力的主要业务 所以这时候 你把原材料再卖出去 也不能通过主营业务收入 这个账户 而是通过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账户 所以大家看一下 关于其他业务收入 它依然是属于 损益类账户的什么 收入吗 我们说损益 它既包括损 也包括益 但是某一个账户 你要分辨很清楚 像主要业务收入 就是好事 那就是益 其他业务收入呢 它也应该是益 看见了吗 益它是属于 损益类当中的益类账户 它的借账规则是 增加在贷房减少 或者叫做转出 用来核算企业确认的 看着啊 企业确认的 除了主营业务活动以外的 其他经营活动 所实现的收入 我又没有说 收到钱的收入啊 实现的收入 就是形成收钱的 一种权利的业务就可以 未必真正收到钱了 再来看 包括出租固定资产 包括出租无形资产 就是我出租固定资产 出租无形资产 我要收租金吗 这个租金 甭管对方给我了 还是没给我 没给我 他也是欠着我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通过 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账户来核算 还有呢 就是我们出租包装物啊 还有我们出租商品呢 你看销售材料 刚才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嘛 对吧 这是跟大家说 关于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账户 它核算的一些事 接下来再来看 既然它是一个 异类账户嘛 增加在贷房 所以你看 该账户的贷房 登记的是 其实现的 其他业务收入 及其他业务收入的增加额 那么借方呢 借方自然表示减少 或者是转出啊 借方登记的是期末 我们转入到 本年利润账户的 其他业务收入 期末 这个减转之后 这个账户依然没有余额 为什么没有余额啊 因为它是损益类账户 明白 好 再来看 该账户可按 其他业务的种类 到底是出租的固定资产呀 还是出租的无形资产呀 还是出租的包装物啊 还是出租的商品呢 还是卖的原材料啊 你要分清楚 要进行明细核算 对吧 这不写了吗 进行明细核算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应收畅款这个账户 您看我们在 零基础经讲班 第五章里面 给大家讲的时候 往往是按照 具体的经济业务的发声 时间先后顺序 给您讲的 你看我们是不是讲 先把钱弄来 就是筹资呀 然后我们又开始讲投资 买固定资产 然后我们又开始讲生产 买原材料生产 然后再卖 是按照经济业务的这个 先来后道 一步一步的讲 但是呢 等到我们新教材下发以后 我们按照教材讲解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教材的第一章 讲的就是会计的概述 最基本的原理 像我们说的 什么叫会计 会计能干什么 两个最基本的职能 三个拓展的职能 四个基本的假设 五个计量属性啊 六个会计要素啊 然后七个核算的方法呀 八个信息这张要求啊 这都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 会给大家做介绍的 等到这个第二章 就新教材的第二章 完全讲资产 第三章完全讲负债 也就是说 您看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应收账款 这个账户 应收账款嘛 其实它就是在 全则发生制的 会计计厂基础之下 我卖出去的东西 没有收到钱 我就应该用 应收账款来核算 它一定是一个资产类账户 所以我们真正 新教材下发以后 这都是在第二章讲的 像什么 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啊 其他业务收入啊 就这些 全都是在第五章讲的 教材啊 是按照要素 一个一个去讲 第二章先讲资产这个要素 第三章呢 先讲负债这个要素 然后第四章呢 讲所有者权益这个要素 第五章呢 讲收入费用和利润 这三大要素 但是我们在零基础这个班 因为这个班是完全 就是这个 这个有老师自己来决定嘛 所以我是按照具体的业务 发生的这个时间 一步一步的讲的 所以你会发现 哎怎么讲的 刚讲了两个亿类账户 忽然间又冒出一个 资产类账户啊 确实嘛 当您做确认收入的时候 没有收到钱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是权责发生质嘛 那您没有收到钱 不代表您没有找 对方要钱的权利呀 那东西都发给你了 你当然要给我钱 这时候我们要用 应收账款来核算 对吧 您看 应收账款这个账户 属于资产类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 因为销售 商品 提供劳务等 经营活动 应收取的款项 应收而未收嘛 再来看 既然它是一个资产类账户嘛 肯定在借房表 它的资产增加 贷房表 它资产减少 我如果都收回来钱了 那我这个应收账款的资产 毕竟就没了嘛 您看 该账户的借房 登记的是 由于销售商品 以及提供劳务 等发生的应收账款 包括应该收取的价款 包括应该收取的税款 包括应该收回来的代电款 其实在这一点上 倒特别简单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桌椅板凳的生产企业 那您那边呢 是一个商场 找我来订货 您说定一百万的桌椅板凳 我说那您除了给我一百万 您还应该给我一个 百分之十三的增值税 这点我们前面讲过 都是买方要付给卖房的 随着价款一块给 然后您说了 您作为买方说 可以没问题 然后您还跟我商量 说大哥 您能不能找辆车 替我把这些桌椅板凳运过来 然后运费呢 我是一块我都给您 好 这时候我就替您找辆车 一个人谈运费 连增值税加在一起 是五万块钱 那您知道 这笔经济业务我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吗 你看 我够意思啊 我卖给你桌椅板凳 然后我还替你找车 运到你们那去 你看 但您到目前为止还没给我钱了 那我怎么表示 我的这项经济业务呢 大家给我看 我是这么写 借 带 看着啊 带什么 因为我们双方已经签了合同了 对吧 我是卖方 您是买方 双方签了合同了 而且都同意履行这个合同的义务 而且咱们这份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写得非常明确 而且咱们这个合同的支付条款写得很清楚 您支付给我人民币并不是美元 然后您某年某月某日要给我全额 哎 很清楚吧 另外一个它符合商业实质啊 就是我在卖我的桌椅板凳 我要换回钱 而您呢 拿着您的钱啊 你过过就要给我钱吗 拿着您的钱买成了桌椅板凳 说明是有商业实质的啊 我是要钱 你是要货 然后作为我是卖方来讲呢 我认为这个对价很可能是能收回来的 您是个讲诚信的企业 所以当五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 如果这些桌椅板凳已经由您所掌控了 那就是商品的控制权已经由买方来来来享有了 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确认收入 是 既然我符合了确认收入的条件 我就得确认了 那我就得确认 我按我拿哪个账户来表示我确认收入呢 这时候您就应该带 带什么 我 不能说您啊 我 我是卖方吗 我就应该带 主营应用收入 看这样我是卖方 刚才说了 带主营应用收入一百万 然后呢 他还因此而产生一个增值税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小项税额 桌椅板凳 13%的税率 13万 然后您还让我帮着您找辆车运到您那 没问题 我先把钱帮您垫上 多少钱 银行存款 多少钱 五万块钱 好了 这时候 是不是我们跟人家外国学的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啊 那就说明在借方肯定也得是一百一十八 但是借方写哪个账户呢 这时候就写我们正要讲的应收账款这个账户 所以您看应该是借应收 看着啊 借应收账款 一 一 八 你看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的吧 看这句话 他说 包括应该收取的价款一百万 税款十三万和贷电的款项五万 这不就是一百一十八万吗 再来看 说贷方登记什么 那过两天您把钱还给我了 我自然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账款一百一十八万 所以您看 贷方登记的是已经收回的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通常应该是在借方 大家想一想 应收账款 它可是一个资产类的账户 我们前面讲过 第三章 会计的账户也好 会计的科目也好 我们说过 对吧 你像资产类的账户 还有成本类的账户 它的余额都应该在借方呀 所以您看期末余额通常在借方 反应企业尚未收回来的应收账款 但是如果期末余额在贷方呢 大家想一想 应收账款 你看啊 这是写会计分录 我要诈写 您可能更好理解 应收账款 看 应收账款这四个字叫会计科目 没格式 没结构 给它放到一横一竖里面 就是一个简易账户了 所以左边叫借 右边叫贷 您看看 是不是我们当时 写出这笔会计分斗的时候 应该往应收账款 这个账户的借方 去写118万 没错吧 但您是买方啊 嘿 您倒出手倒挺阔绰的 您哪 没想到 一给开支票啊 开了多少钱支票 开了200万的支票 我一个往银行里一入 好吗 200万直接到我的账户里面了 说明您给了我200万 您要给了我200万 说明我银行存款增加200呀 借银行存款200万 带应收账款200万 看见了吗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想想 您看 有人说了 您为什么要带应收账款呀 应收账款也好 应付账款也好 预收也好 预付也好 它都属于结算类账户 结算类账户 一笔经济业务 只能用一个 所以说 有人说了 你看 啊 那个我先 我是卖方 对吧 我先给你发货 我给你雇车 然后给你发货 那个那个都发出去 然后作为这个买方来讲呢 比如说应该给118万 人家忽然间给了200万 能不能把多给的钱 搁到预付账款里面去 不能这样写 那就相关于是什么 卖方是我 买方是您 咱们都曾经用过 应付账款了 不要再用预付账款了 即使有预付的性质 即使属于预付的状态 但是也不能再用预付账款了 不然的话 咱两个人是用了两个 结算账户就乱套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看 第一开始吧 您作为买方欠我的钱 欠了我118万 等到您一给我打钱 一下打了200万 哎呦坏了 变成了200万 您看看啊 我们就应该拿200 减掉118 等于多少 等于82 这82在哪了呢 嘿 在贷房了 但是你想不对啊 说应收账款 是一个资产类账户啊 说资产类账户 它余额正常 应该在借房 它怎么跑去贷房呢 没关系 我还有一句话 如果是资产类的账户 它有贷房余额 就变相的表示 不再是资产了 而是负债了 那就说明 您作为买方 看我的桌衣板凳 不错 您预先付了我82万 那就是我预收了 您82万 但是不能用 预收账款 这个账户 不能用这样账户 只能用原来的应收账款 用它来合算 明白 就是因为是我们两个人的 一笔经济业务 然后产生的 永远用这一个 结算账户 要不然就乱套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期末余额 如果是在贷房的话 反映起是不是预收的账款 是不是预收的 所以你说了 哎呀人家预付给咱的82万 咱能不能就这样写 在应收账款里面写118 咱另开一个预收账款 写个82 不行啊 只能在这写 通过它的这个余额的方向 来辨别是预收的钱 还是应收的钱 在这稍微有点绕 但是也无关紧要 它也是给大家一个思路 资产类账户 如果是贷房余额表示负债 相反负债类的账户 如果是借房余额 就表示资产 明白了吧 就是结算类账户不要太多 不然的话就乱了 来看 说这个账户应该按照 不同的债务人进行 明细的分类核算 你应该知道 看我写了 这个字 快还钱 对吧 因为我是应收嘛 我找你要钱 好了 这是关于应收账款 然后接下来再来说应收票据 其实面对这个问题啊 大家也不陌生 你还记得我们在前边 讲到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买东西嘛 自然要给人家钱 如果我们穷 我们给不起 那就是应付账款 如果我们给不起对方钱 对方也不相信我们 非让我们开一张银行 成对汇票 或者商业成对汇票 那就是我们说的商业汇票 那么作为开具一方 应该叫应付票据 对吧 所以我们关于应付账款 和应付票据 这两个负债类账户 都讲过 是在前面采购的 那个环节讲的 现在呢 我们烙饼要翻戈吗 原来是采购 买原材料 买棍资产等等 现在我们是要 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 那么卖出去 往往就要收钱 当您收到了 是银行存款 收不到呢 那就是应收账款 或者应收票据 如果对方 作为买方来讲 给了咱们开的一张商业汇票 那么就用应收票据来核算 所以您看 关于应收票据这个账户 它跟应收账款 不就差了账款票据吗 所以您看 应收票据 这个账户是属于资产类的 我们应该往回收的吗 用来核算企业 因为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而收到的商业汇票 而且商业汇票 大家前面也知道 它是根据成对人的不同 分成银行成对汇票 和商业 就非银行的成对汇票 非银行成对 比如说海尔成对的 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亚马逊成对的 这都称之为叫做非银行 就叫商业成对汇票 对吧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啊 应收票据是个资产类账户吗 该账户的基业方 登记的是企业收到的应收票据 其实说白了就是 我把货 我把电暖器给你发出了 但是呢 你没有给我一分钱 我觉得口说无凭 例子为惧吧 给我开一张商业汇票吧 那你给我开完了商业汇票 我拿到了吗 你看这就是一张商业成对汇票 这就是一张 这个商业汇票的样式 看见了吗 这是个票样 所以你看 该账户的借房 登记的是企业收到的应收票据 代房登记的是票据 到期收回来的应收票据 我就是代房我就表示 我已经收到钱了吗 是收到钱了 这个票据没有用了 期末约在借房 反映企业持有的商业汇票的 票面金额 该账户可按开出 成对商业汇票单位 进行行息核算 这个了解即可 所以从账户角度上来讲 我们前边 在讲到买东西的时候 讲过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 然后现在呢 从卖东西的角度 又讲了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 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买方它是欠着人家钱 就是应付账款 你这边是应付账款 那人家卖方就是应收账款 你这边是应付票据 那人家卖方那边 就是应收票据 这不就写应收票据了吗 所以你第一个解决的问题 就是哪个账户 它到底是属于资产类 还是属于负债类 很重要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着再介绍 第五个账户 叫做合同负债 这个账户啊 有点意思 它可是2017年 财政部对我们这个老的收入准则进行修订的时候 应运而生了这么几个账户 有合同负债呀 合同资产呀 还有合同取得成本 以及合同履约成本 就是这些账户啊 都是伴随着新的收入准则 财政部统一设置出来的 那么这个合同负债这个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它在核算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企业如果是在老的收入准则之下 如果我是卖方您是我的客户 那好 我说了您得给我打点预付款 对于我来讲就是预收账款啊 所以原来我们都是用预收账款来核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原来都是这样 您给我打了200万 那我就应该是预收账款 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啊 预收账款是一个负债类的科目啊 科目没格式没结构 搁在这就有了 这边是借房 这边是贷房 然后您给我打了200万 我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贷预收账款200万 但是随着新的收入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呢 我们明确的规定说 如果企业和客户之间按照合同的约定 您看您买我的电暖器 比如说买我的桌衣板凳 或者买我电暖器等等 咱们都是有合同的吗 凡是按照合同的约定 作为卖方或者叫作为企业这边 我这个提早收到这笔钱 是要搁到新设置的这个科目 叫做合同负债里面去的 那就相当于是同样的钱 你看下合同负债 我要搁在这 合同负债 它是个科目嘛 然后搁到账户里面 这边是借 这边是贷 你看 相当于是不能用这个账户了 要用合同负债 没解了吧 好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合同负债这个账户属于负债的账户 既然属于负债的账户增加 肯定要在这个账户的贷房 然后减少呢 就在这个账户的借房 那您按照合同的约定 提前收到钱就是合同负债 看着吗 说这个账户核算企业 已经收到的 提前收到的 或者是应该收了客户对价 而应该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一种义务 因为它是个负债嘛 就表示我一种义务要 我是要有一个这个义务要流出的 我得帮你干活 或者帮你发货等等 对吧 这就体现出什么叫合同负债 他说这个账户的代方呢 登记的是企业 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 其实在这个里面 商品既包括货物 也包括老物和服务啊 就是在给你干活之前 在给你发货之前 已经收到 或者已经取得 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权利的金额 什么叫做 已经取得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呢 就是我把我该干的活都干完了 剩下的就是你作为客户那边 该给我陆陆续续返款了 该给我付钱了 就这么个意思 您现在不用纠结 等到我们新教材下来以后 我们的第五章收入呢 就会具体给大家讲解 合同资产 以及合同负债的问题 后面说 今夜方登记的是企业 向客户转让商品时 冲销的金额 什么时候向客户转让商品呢 我们不说了吗 说这个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合同 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这五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双方签署了合同 并同意履行各自的义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特明白 然后第三个 支付条款 写得很清楚 第四个 具有商业实质 我这边就是卖东西换钱 你那边就是拿钱换东西 然后第五个 作为企业这边 这个对价是很可能收回 只要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这个五个条件 并且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到了客户手里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确认收入 那么当我们确认收入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是带主任 也有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肖想税额 借什么 既然曾经我们已经收到过预付款 那么就应该借合同负债 所以您看 是不是借方登记的是企业 向客户转让商品时 我要冲销的金额 这个账户可按购买商品的单位 进行明细核算 就是到底您提前收了谁的钱 要进行明细核算 您提前收A公司的钱 还提前收了F公司的钱 对吧 那么在这儿呢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就说了 哦是不是伴随着 第14号新的收入准则修订之后 预收账款的这个账户 就寿终正寝了 再也不用了呢 不是 还真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但凡是被收入准则所规范的这些事 被收入准则所规范的 就是我在卖我的商品啊 或者卖我的劳务啊 卖我的服务啊 这些确实我预先收到客户的钱 我要搁到合同负债 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 嗯 并不是受收入准则调整了 就是受租赁准则调整 比如说我有个写字楼 我这个企业有个写字楼 这个写字楼的第19层 我都要出租出去 然后谁成租 我会找谁 提前去收到这个租金 那么这也是会提前收钱了吧 这时候比如说 我一年四百万的租金 三年是一千两百万 我说你要把三年的钱都给我 这时候一千两百万 我预售的钱 我通通要搁到预售账款 这个账户里面去 那也就是说 并不是预售账款 这个账户就没有用了 啊 同样都是 这边是一个销售商品的合同 那么你按照这个合同 预售的钱 搁到合同负债这个账户 这边还有一个合同 是租赁合同 但凡跟着租赁合同 的这个这个合同 所预先收的钱 还是搁到预售账款里面去的 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 账户这个东西啊 它往往就相当于是 手术室里面的手术刀子 手术剪子一样 它就是个工具而已 比如说这个手术室里面 生小孩也在这个手术室里头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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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什么外科呀 什么什么这个 肝啊胆啊等等 也在这个手术室 那也就是说 你生小孩 有生小孩的准处 你这个外科手术有外科手术的准处 但是在一个手术室里头 你的工具往往是一样的 对吧 你可能都你 你需要开套开 开套破斧的时候 可能都拿这个刀子 可能都拿这个剪子等等 也就是说 账户往往就是个工具 啊往往就是个工具 不是说这个账户 跟你的准则之间 并没有形成 一一对应的关系 并没有说说 这把刀子只能 这个用于妇产科 说这个剪子 只能用于外科 没有 账户这个东西 就是个工具而已 什么情况下 该用哪个账户 这就是我们日常 在学的过程当中 积累起来的吗 我们知道了 凡是受到收入准则 那么我们是预售的钱 割合同负债 凡是不是收入准则的事 我们预售的钱就割到 还割到预售账款 就行了 好吧 那么更深入的讲解 我们到后面再说 到基础班的时候 我们再说 这个什么取得无条件 收取合同对价等等 就是这个有点 说来话长 啊 好 这是合同负债的账户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主营有成本 主营有成本 这个账户 其实你也不陌生 我们在前面讲生产成本 然后生产成本 变成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呢 搁在这打包装箱 正准备卖 一旦卖的话 就是我们符合了 收入确认条件 我们就会带主营有收入 对吧 大营交税培 营交增费销项 借营收账款 或借银行送款 但是你带了主营有收入 别忘了 主营有收入 它可是收入啊 收入我们在讲 这个要素的时候 它是企业日常活动 所形成的 会增加所有的权益 但是与所有的投入资本 无关的 经济利益资源的总流入 之所以叫总流入 说明收入里面 是含着什么 成本的呀 所以我们说 您还记得 我们曾经给大家举个例子 它的这个 成本是315万 最后我们挣10% 我们卖了346.5万 所以您346.5万 这就是主营有收入 那么您主营有收入的 346.5里面 是包括着315万的成本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315万减掉 那么这315万在哪了 当然是在扩存商品里面了 所以当把这个东西 都卖出去的时候 说明仓库里面 扩存商品也没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没了 表示一种损失嘛 所以我们就要勾到 主营有成本 这个账户里面 正好它跟主营有收入 形成完美的配比了 对吧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主营有成本这个账户 属于损一类账户 当中的什么呢 它是表示一种损失 你想你仓库里 这么多计算器都拉走了 自然是一种损失啊 那有人说都拉走了 还有钱了 钱是另外一方面 或者叫做还有收入 收入是另外一方面 那是我们确认收入的问题 现在我们是确认 这笔损失的问题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它就属于损一类的损类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 确认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 收入时应该截转的 相关的成本 也就是说 当您确认这样的主营业务 收入的时候 您就应该截转主营业务成本了 好再来看 该账户的借方 你看 主营业务成本 它属于损类账户吗 损类账户 损的增加都在借方吗 所以该账户的借方登记 主营业务发生的实际成本 代方登记的是期末 转入到本年利润 所有的损业的账户 都要往本年利润去转 本年利润呢 就跟有点那个什么 跟那个 就跟那个 比赛的那个场地一样 比赛的场地就是 这边拍代表 这边拍代表 看谁能赢 那么我们的本年利润也是一样 这边来损 这边来亿 看这一个月之内 到底是损多还是亿多 损多就是赔了吗 亿多就赚了吗 对吧 所以 代方登记的是期末 转入到本年利润账户的 主营业务成本 然后期末 结婚之后 这个账户依然没有业务 该账户可按主营业务的种类 进行设置名系 你到底是卖的冰箱啊 还是卖的洗衣机啊等等 主营业务成本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业务成本 它呢 又是完美的和其他业务收入 进行了配比 它依然也是一个 损一类账户当中的损 你看 主营业务成本 是属于损一类账户当中的损 用来核算企业确认的 除了主营业务活动以外的 其他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成本 包括销售材料的成本 所谓的销售材料成本 比如说我原来那材料 是60万买的 我现在把它骂成了65万 那你65万就应该是 带其他业务收入65万 对吧 然后你另起一笔 就应该是借其他业务成本 60万 代元材料60万 所以您记住了 就是您曾经多少钱买的 就是您现在应该节短的成本 还有出租固定资产的折旧额 出租无性资产的摊销额 当然跟出租有关系的 我们是单独有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第21号租赁准则 但是它不是我们要掌握的内容 我们初级阶段 我们初级阶段 根本不讲关于租赁的事情 所以您就知道一下 第21号是租赁准则 租赁嘛 就出租嘛 出租固定资产 出租无性资产 出租包装物 它的成本和谈销等等 你了解一下 我们到日后再展开讲解 既然它是个损类账户呢 肯定这个账户的借房 登记的是其他业务 它的支出额 就是损失的增加嘛 贷房登记的是期末 转入到本年利润账户的 其他业务的支出额 期末节转之后 这个账户没有余额 而且它也要进行明细核算 你到底是出租 形成的其他业务成本 你还是卖原材料 确认的这个其他业务成本 或者你是出租包装物等等 这个无所谓 您知道一下 关于其他业务成本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八个账户 叫做税金级附加 税金级附加呢 它是核算什么事呢 我给您举个例子 您感受一下 比如说呀 A是一个化妆品的生产企业 化妆品的生产企业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商场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详细讲 化妆品的生产企业 它生产出来的是高档化妆品 看着啊 高档化妆品 生产完了以后呢 它就开始给商场打电话 它说您现在 要不要买我们的这些化妆品 高档化妆品去卖 商场说要买 那么他们就开始签合同 他们这一签合同呢 多少钱呢 这个化妆品的生产企业就说了 您哪 拿走这些东西是 货值 或叫做这个 呃 卖价 我卖给您是100万 那么作为商场来讲呢 它除了要给它100万之外 它还要给人家 卖方一个13万的增值税 没毛病吧 没毛病 那您看作为卖方来讲 就是这个 高档化妆品的生产企业 它肯定是 带主营业收入100万 带应交税费 应交账税 肖项税费13万 如果商场有了事前 把这113万都给了它了 它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113万 没毛病吧 没毛病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商场的负责人 就给这个高档化妆品的 负责人打电话 说你太黑了 说怎么太黑了 说我有一个朋友啊 在你们写当会计 他说了 你卖给我们这么多化妆品呢 你的成本呢 才70万块钱 挣了我们活活 挣了我们30万总 活活挣了我们30万总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高档化妆品的生产企业 就说了 那您算的是不对的 确实 我卖给您那些高档化妆品 我们的料工费之和 就相当于是库存商品吧 确实是值70万的 但是您忘了 我卖给您的 可是高档化妆品 高档化妆品 在咱中国 是需要交消费税的 您看消费税是价内税吗 说明是在这100万里头了吗 那也就是说 作为卖方来讲 他这13万是交到税务局 我是看着我 作为卖方 我收到113 但是有13万是 销项税额交到税务局 然后100万当中 我要拿出15万来 也得交给税务局 交什么钱 这要交的是消费税的钱 因为消费税是价内税 是在价里边含着的 那100万当中 我减掉了15 交到税务局去 就还有85吗 85 我再减掉我的成本 料工费之和70万 85 减70 就还有15万 说明我没有挣你30万 我才挣了你15万而已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作为卖方来讲 他已经有一个15万 是宣网税务局交的 叫做消费税 那么这笔税款 应该怎么核算呢 表示我们这个 高档化妆品生产企业 一向损失啊 你往税务局交税 就是个损失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应该 借税金及附加 看着啊 借税金及附加 然后是 贷 有借必有贷吗 贷应交 税费应交消费税 看着啊 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多少钱 15万 15万怎么来的 100万乘以15万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作为卖方 这个企业来讲 他真正的 这个收入 你看他 主用业务收入是100万 但是在主用业务收入里面 含着一个主用业务成本 70万 而且他100减70 还有30 然后还有一个 税金及附加15万 30减15 就还剩15 看出来了吧 所以您看 税金及附加这个账户 首先它是属于损益类当中 损益还是益 当然是损 交税就是损失 用来核算企业经营活动 发生的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 交易费附加 房产税 车船税 城镇土地水用税 印花税 等等这些税费 当然这个企业应该叫做企业所得税 还真不通过这个账户 它是单独一个叫做所得税费用 这是后面会讲到的 所以这是税金及附加 您看交税吧 再来看 该账户的基业方登记的是企业 应该按照规定计算 确定的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税费 你看这不是基业税金及附加吗 这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用100万乘以15%算的 然后你说 这为什么是100万乘以15%啊 这是我们正式讲基础班的时候 以及您经济法基础里面 都会学到的 怎么算定税额的问题 后面 贷房登记的是期末 转入到本年利润账户的 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税费 期末截转之后 该账户依然是没有额 看见了吗 无额 税金及附加 讲完了 好 那么都讲完以后呢 相当于是我们的第13个知识点 关于销售业务 或者叫跟收入有关的业务的 账户设置 就说完了 我们讲了主营业务收入 讲了主营业务成本 讲了其他业务收入 讲了其他业务成本 我们还讲了税金及附加 对吧 然后 我们还讲了 这是合同负债 还讲了应收票据 登售账款等等 讲完这些账户以后呢 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下一个知识点 大家看一下啊 下一个知识点 是销售业务的账务处理 这个账务处理 大家已经这个 了解这个套路了吧 就是怎么写会计分路吗 大家跟我来看 首先第一个 那就是主营业务收入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啊 来看 主营业务收入 他说企业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务实现的收入 所谓的实现的收入 其实就是形成收入了 不一定能收到现金啊 不一定能收到银行存款啊 就是我实现了这笔收入 或者叫我这个 合同我终于签了 对吧 后面说了 应该按照实际收到的钱 或者你应该收的钱 你看你说应该收的钱 就说明是权责发生质的吧 还没有收到吗 或者是预收的金额 借记银行存款 借记应收账款 借记应收票据 借记合同负债等科目 按确认了的营业收入 你看你什么时候才能确认这笔收入啊 得是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那五个条件 您都知道了吧 哎 我们签了合同 同意旅行合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合同 双方对权利义务很明白 第三个就是支付条款 写得很清楚 第四个就有商业实质 第五个是 作为企业来讲 对价很可能收回 就是只要这五个条件 同时具备了商品的控制权 还到了客户手里了 这时候我们确实就应该确认收入了 看见了吗 按确认的营业收入 代计主营业务收入 所以这笔快递分路就是 代主营业务收入 收到钱了 就是借银行存款 没有收到钱 就是借应收账款 或者是应收票据 如果早早曾经就收到过 人家给咱打的预付款 那就充减合同负债 是吧 所以这里边都是一个 或者的关系 你用这个就不能用这个 用这个就不能用这个 再来看 对于增值税 因为您是卖货嘛 卖货会形成增值税的肖项税额 一般纳税应该代计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 小规模纳税应该代计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这是跟这个应交税费有关系的 大家略总了解 好 我们来看 这是一道多选题 他说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该包括什么呀 应收账款 你看啊 首先你要知道 应收账款这四个字 我写这 应收账款 您告诉我 应收账款这四个字叫什么 你说这叫一个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嘛 没格式 没结构 写在这里面就是有格式 有结构了 所有账户的左边都是借方 然后右边都是贷方 看出来了吗 那好 他现在问大家的是 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我到底该写多少钱的问题 到底该写多少钱呢 他取决于这笔会计分录 该怎么写 怎么写 就是当我实现了收入 本着全责发生制 可能没有收到钱 那就用应收账款 对吧 没有收到钱 但是我确实已经卖出去了 那我卖出去了什么 哎呀 我桌椅板凳终于卖出去了 你就会这么写 主营业务收入 看着啊 主营业务收入是一个损益类当中的 益类账户 那么增加肯定是在贷房 100 看见了吗 然后因为我卖东西嘛 我还形成了欠税务局的一项负债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多少钱呀 那就是100万乘100%13 13万 您看看 如果您还是作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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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方来讲 事还挺多 还让我这个卖方替你 垫点钱 给你先把货运过去 那我也花钱呢 银行 存款 那我一花钱 我肯定就 就花在了 钱就变少了嘛 比如说1万 我给你支付运费 替你垫运费 那这时候您看看 我这笔账务处理 我们不就是学怎么写吗 带主营业务收入100 然后第二行 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肖项13 然后第三行 银行从款1 是不是都是贷房 贷房贷房贷房 三个都在贷房 113加1 114 所以这我就应该写114 接应收账款114 所以您看一下 它价值包括什么 销售商品的价款 在这 这里边销售商品的价款 其实是100万 后面销售商品的增值税是13万 然后代购买方 垫付的包装费 代购买方垫付的运杂费 比如说这运杂费是1万 那你 所以买方来讲 还让我给你垫付一个 这个包装费 也行 我给你再垫付一个1万 对吧 那银行从款垫付1万 再垫付1万 这又是一个1万 所以ABCD都应该往 我们的应收账款里面去寄 那银行从款 花了一个1万 又花了一个1万 这就2万 2万加加上13万就15万 收完再加上100万就115万 写115 你看 相当于是ABCD都得选 你看见了吗 应收账款 它的入账价值 包括销售货物的价格 或者是提供劳务的价格 再加上增值税 以及代购买方垫付的 各种什么包装费 运杂费等等 ABCD都应该选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看啊 他说企业向假公司销售 A产品800价 您知道什么叫A产品 我最讨厌A产品了 我就想 有的时候说A跟B 它容易乱 你就写 啊 什么 那就是吹风机 行吗 可以啊 好 企业向假公司销售吹风机 800价 每价300块钱 按13%来计算 应该交的增值税 货款及增值税 已经全部都收回来 存入银行 那么您看一下 这个吹风机 实现销售收入了吗 我们已经向假公司卖掉了 那肯定形成了收入啊 那肯定应该确认 这就是收入啊 说明我们企业和客户之间 我们的合同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那钱 对价很可能收回 第五条件 对价很可能收回 这都已经 百分之百收回了 肯定要确认收入的 那么我们的收入是多少 贷主营业有收入肯定是单价300嘛 卖了800件 24万嘛 按照这个现行的增值税法的规定 那么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就等于24万乘以13%嘛 就等于3万1200嘛 看见了吧 所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再乘以增值税的税率 这个很好理解 你说我不能理解也没关系 这是日后再讲的事情 所以这项经济业有的发生 涉及到我们的银行存款增加了 我们的主营业有收入也增加了 哎呀 在贷房表也增加 我们的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行税额 在借房是日后可以理扣的 现销货物是 你看啊 所谓的现销货物 就现在能收到钱吗 一方面 企业银行存款增加 进入到银行存款账户的借房 另一方面 企业的主营业有收入和应交税费也增加 所以进入到这两个账户的贷房 那么这项经济业务应该编制的会计分路 其实就应该是贷主营业有收入 贷银交税费 应交账交税 肖项 借银行存款 看见了吗 这两个相加正好体现出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当 这不就是表示收入吗 这不就表示收入吗 这是负债吗 你看啊 为什么说我快点啊 其实越学越容易 我们在刚才比如说新教材下来以后 我们在第二章讲资产 就给您讲银行存款 等到第五章 我们讲收入 就站在收入角度 讲收入的时候 又会提到银行存款 然后我们的第三章讲负债 你会发现 来来回回在讲这些事情 对呀 一个经济也有发生 我们要从来龙和去脉 两个方面去核算 所以先讲来龙 当我们在讲去脉的时候 我们又说一遍来龙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不是曾经说过的内容吗 是越学越容易 你就不用有误导了 怎么学过又讲一遍 其实就是 其实就应该再讲一遍 他在说去脉的时候 肯定还要提到来龙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题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 那就是主营业务成本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其实这个账务处理 您都会了 主营业务成本怎么做 他不就是相当于是 把收入确认完了以后 您带了主营业务收入 马上就会截转主营业务成本吗 你看主营业务收入 是一类账户 在贷房表示一的增加 主营业务成本的是损的账户 在借房表示损的增加 到最后我看看 你到底是一大还是损大 如果你卖一百块钱 收入是一百 但是你截转的成本是一百六 说白了 你是赔本赚吆喝 那你最后的利润 肯定是个负的 那就是赔的 对吧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他说到期末 或者到月末的时候 企业应该根据 本期销售的各种商品 提供的各种劳务 等实际成本 计算出应该截转的 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怎么计算截转啊 那就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呗 看见了吗 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库存商品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问我 那你主营业务成本 写多少钱啊 主营业务成本写多少钱 取决于库存商品是多少钱 那你会问我 库存商品写多少钱啊 库存商品写多少钱 取决于生产成本是多少钱 生产成本是多少钱 取决于料工费之合 是多少钱 也就是说 库存商品这个账户里面 绝对不体现出卖家 绝对跟卖家毫无关系 就是你给员工发的工资 就是你的原材料的成本 就是你的美水电器的成本 能理解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截转销售成本的时候 那就是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 比如说我生产一个计算器 10块钱 然后乘以产品的销售数量 我卖了1000个 那自然我的成本就是1万块钱了 这个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截转上例销售业务的销售成本 其中那个A产品 刚才不是说了吗 吹风机啊 卖300吗 A产品的单位成本是200块钱 那么这时候它的成本是多少 不是一共卖了800个吗 一个成本是200块 那说明是16万块钱的成本 看见了吗 此项经济业务的发生 涉及到主营业务成本 它是个损累科目 涉及到库存商品两个账户 截转已经卖出去的 这个吹风机的成本时 一方面企业的销售成本增加 这个销售成本就是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进入到主营业务成本这个账户的借方 另一方面企业的库存商品减少 应该进入到库存商品这个账户的贷方 看出来了吧 所以这项经济业务会计分路是 借主营业务成本带库存商品 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 这句会计分路了 而且你学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样的会计分路 它就属于对应账户 你看 库存商品的对应账户 就是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的对应账户 就是库存商品 所以不管哪个老师讲 不管哪个阶段的会计考试 不管您是在上市公司 还是在小作坊公司 我们所有的截转成本 都是这样做的 那你说会计有什么可难的呢 它都是模式化 套路化了 说最长的路 事业上最长的路 就是套路 它是套路化了 所以没什么可难的呀 你只要截转成本 你就这么做 你看看你截转成本 截转的是16万 你看看你卖 卖了多少钱 你是卖了24万 您是不是最后算利润的时候 就拿您的24万 去减掉您的16万 就变成了8万 说明您把这些吹风机卖出去 您的营业利润就挣了8万 就挣了8万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说 那就是把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说完了 再来说 其他业务收入 跟其他业务成本的账务处理 这个我们并不展开了 您就想着 我们的主要 比如说我是一个书包生产企业 我卖书包 那一定是 确认收入的时候 是带主营业务收入 截转这个书包的成本的时候 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群商品 对吧 那么如果我这个书包的生产企业 我有几条生产线 然后我自己产量呢 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把生产线租出去了 这时候就是我的其他业务收入啊 租金就是我的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租出去就会有磨损 有损耗 那么这应该通过累计折旧 这个我们前面是讲过的 所以那我 比如说我租金每年是100万 我的折旧额呢 每年是60万 那就应该是租金 比如说借银行存款 然后带其他业务收入100 马上就会借其他业务成本 60万 带累计折旧 60万 这不就相当于是我出租固形资产 或者出租无形资产 或者是我卖原材料等等 这都是我的其他业务 其实快递抓下 全都进其他 只要不是主营的 就进其他 但是还有种情况 就是一个企业 我今天主要的营业 就是我做书包 卖书包 有可能我到明年 这书包根本就没有销量 我不做了 我的主要业务就是变成出租我的设备了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说一个企业 它的主营业务跟其他业务的划分 并不是绝对的 一个企业的主营业务 可能是另外一个企业的其他业务 即便是在同一个企业 不同期间 它的主营业务跟其他业务的内容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比如说新东方 他最早是做教育培训行业的 然后呢 现在说我教育培训可能还做 做什么呀 我是做书法了 我是做舞蹈 这样的文体类的 不就是不让做义务教育 你就学科了吗 但人家呢 说我还卖农产品 你会发现 他原来 比如说做英语培训 做书法培训 这都是他的主营业务 但是现在呢 卖农产品是他主营业务 他的辅业变成了书法培训 变成了什么舞蹈培训等等 都是可能的 对吧 跟其他业务收入 以及主营业务成本 跟其他业务成本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也未必是一成不变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他说当企业发生的 其他业务收入的时候 按照已经收取 或者应该收的款项 你肯定早就知道了 那就是借记银行存款呀 如果没有收到钱呢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按确定的收入金额 代记其他业务收入 同时确认有关税金 这个税金我们就不再说了 在截转其他业务收入的 同一个会计期间 企业应该根据本期 应该截转的 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 也是借记其他业务成本 代记原材料 就是卖原材料 代记累计折旧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出租我们的设备等等 然后或者是用员工 应付职工薪酬 对吧 应付职工薪酬 那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下 是借记其他业务成本 代记应付职工薪酬啊 你想 如果我们把设备 比如说做书包的设备 出租了 那出租的话 租金就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或者是借应收账款 代其他业务收入吧 但是这个设备呢 坏了 我们得派一个员工 在那儿修理一个月 这个时候你看 我们为了租的更好 我们得派个员工去修理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租出去 租金是一百万 但是为了给他修呢 光这个员工 这一月工资就三万 我这三万 是要跟我的一百万 形成配比的 所以此时就应该是 借其他业务成本三万 代应付职工薪酬 三万 这时候你会发现 那就跟我的每个月的租金 形成配比了吧 我是为了更好的出租 为了正常的出租 我形成的一种费用 其他业务成本 代应付职工薪酬 您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看一个例题 他说企业将闲置的 饼材料给出售了 那么价格呢 就是卖多少钱呢 卖了一万块钱 按13%来计算 应该交的增值税是 一千三百元 款项已经存入银行 就是把原材料 给他销售出去了 这个应该算是 咱们企业的辅业 或者叫做非主要业务 应该走其他业务收入 您看 这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 涉及到银行存款 因为钱已经收到了嘛 其他业务收入 和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三个账户 一方面 企业的银行存款增加 就到银行存款 这个账户的借方 另一方面 销售材料 属于企业的其他业务 而且此时也符合 收入确认条件 要确认您的收益增加 那么收益增加 肯定就用其他业务收入 这个一类账户的贷房嘛 所以您看 其他业务收入 跟应交税费 都会增加 记录到这两个账户的贷房 那么这笔会计分路 就很简单了 应该是 代其他业务收入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 一万一千三 加一块 等于一万一千三 因为我 款项已经存入银行了嘛 说明我们企业银行存款增加 借银行存款 一万一千三 您看 简单吧 这不就是确认 我们卖材料的收入吗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要截转 售出饼材料的成本 您看一下 这个饼材料的成本 它只是告诉你 饼材料卖出去 卖了一万块钱 那那成本多少钱呢 您看 如果成本是七千五 你怎么体现出来 那肯定原材料 已经脱离了我们企业仓库 那肯定要代原材料 因为它离开我们仓库了嘛 代原材料 那么对应账户写什么呀 自然应该跟 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您看 是不是借其他业务成本 代原材料业材料七千五 他说 企业出售材料的这个收入 属于其他业务收入 相应的售出材料的成本 应该就到 其他业务成本这个账户 企业库存材料成本 是由原材料账户核算的 你看 你库存材料那个钱数 就在原材料那个账户里面 所以到月底的时候 应该由该账户 转入到其他业务成本这个账户 那就是借其他业务成本 代原材料 好 这就相当于是 我们把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成本 怎么运用给大家讲的 就是怎么写会计分录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吧 下列属于债权结算账户的 有哪个 债权结算账户 你想我把东西卖给您 咱俩不就是一个债务 这个债权债务的关系吗 但这里边说的是债权结算账户 并没有说债务结算账户 说明此时一定是卖方 是卖方拥有了 找人家要钱的权利的吗 就是债权嘛 所以您看 应收账款这个账户 它就属于债权 再来看一下 预收账款 您预先收别人的钱 这个并不是您的债权 其实是您的一个债务啊 所以这可不是 再来看预付账款 我提前把钱付给您了 那就是我的债权呀 我有权利找你要货啊 所以这个预付账款 也是一个债权结算 再看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跟应收账款一样 它都属于债权 所以在这里面 只有必选项 预收别人钱 它是属于债务的 结算类账户 那其实就是归根结底呀 这四个都是账户 什么应收账款类 预收账款类 预付账款类 应收票据的都是账户 但这些账户呢 其实往往还体现出来一个 是资产类的 还是负债类的 对吧 那您一听说 债权的结算账户 那肯定体现出资产类账户 所以这是资产类账户 这是资产类账户 这也是资产类账户 预收是负债类账户 负债类账户 其实又是一个债务结算账户 那么债权结算账户 又称为资产类账户 所以应该选的是ACD 看 预收账款是且应该承担的债务 故不属于本类账户 它不属于本类 好了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被大家就收入这个问题 以及如何结算成本 做了介绍 也就是我们 知识点第14都解完了 在这里面我们讲了什么 这个确认收入 企业和客户之间 合同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到了客户手里 我们要确认收入 那么在确认收入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学了几个账户 主名有收入啊等等 就是这些内容 我们要有所掌握 那么本讲到此就结束了 下一讲我们要说什么呢 下一讲是一个新的知识点 我们再给大家讲关于 期间费用的构成级 账户的设置 其实就很简单了 因为期间费用它也属于费用 我们前面讲过 费用它分成生产费用 或者叫做成本费用 以及期间费用 那么关于它的生产费用 我们已经讲过了 料工费等等 但是接下来这一讲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 期间费用 什么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等 好吧 那好 关于收入的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 拜拜